南海局势突变。 美国一秒变光干司令 作者 赵俊峰 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优先,美国的一系列举动也反映了特朗普正在积极推进这一政策,然而美国在奉行孤立主义的同时却不忘遏制中国发展,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美国还不死心,硬要纠集盟友差一杠子。 然而令美国人失望的是响应者寥寥反对者不少。 2月7日参考消息网报道,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高级学者马克·瓦伦西亚,在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上发表文章称,尽管美国用软实力和硬实力支配影响了东南亚70年, 但是现实是这种影响力很肤浅,主要证据就是盟友不听话。 这是难得的比较清醒的声音,其实不是美国的盟友不听话,而是美国的道行逆施不得人心,失道寡注,甚至无助是必然的逻辑。 美国虽然对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软硬兼施,希望他们能够帮助美国一起到中国南海宣誓航行自由,但是这些国家都拒绝了美国的要求。 印度尼西亚甚至明确告诉美国人并不赞成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行为。 马来西亚也与美国的关系处于冷淡状态,就是一贯追随美国的新加坡也在小心翼翼地在中美之间维持住平衡,不愿意替美国出头。 最令美国恼火的是当美海军祸破号飞弹驱逐渐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时候,自知理亏的美国人很希望菲律宾能出面说句话,不至于让美国正义的遮羞布被南海的风吹落。 然而菲律宾很明智地没上美国的套。 如果顺了美国的意,菲律宾的长期努力的成果就白费了,又会被美国人当枪使。 当菲律宾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说这是美国的问题,我们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时候,裸登的地不光是祸破号飞弹驱逐舰,还有华盛顿的政客。 菲律宾为了防止再次被美国碾上,还对一些持有偏见的专家进行了批评,菲律宾外长阿兰卡耶塔诺抨击一些专家只看到了中国船只出现在南海,却对美国军舰出现在这一海运势而不见。 同时也把美国来南海的遮羞布不客气地扯了下来,声称美国军舰在这一海域出现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菲律宾同样要维护菲律宾的利益。 这已经很明确地告诉美国人了,在南海问题上菲律宾的利益和美国并不一致。 其实不但是菲律宾在南海的利益与美国不一致,就是其他亚洲国家同样与美国不一致。 2月7日参考消息网报道,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澳大利亚麦考里大学教授纪北茨在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上,发表美国盟友对美国对抗中国的新战略不买账的文章。 在亚洲的盟友与美国不一样的原因,一方面是美国优先政策造成的。 说得明白点这就是个自私的政策,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开始怀疑北约和其他联盟的价值,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要重新谈谈多个双边,多边自贸协议,终止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 而这些都损害了美国盟友的利益,一边打压人家还要人家帮忙,美国想得出但是做不到。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零和思维并不能说服其他国家。 当今世界发展是主旋律,而美国却在军事上咄咄逼人,美国的很多盟友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亚,更是不愿意替美国冲在遏制中国的前面。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利弊小普就称对中国的看法与美国不一致,不认为中国会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而且要与中国继续加强合作。 中国有句老话,得道者多住,失道者寡住。寡住之志,亲戚叛之。 美国继续党南海挑逝,只会众叛亲离直至裸奔,南海一定属于中国的。